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继续给大家播讲美洲史《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北美黑人奴隶抗争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黑人奴隶的暴动 虽然它是一场抗暴的斗争,但是很多时候它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诉求 没有任何的宗旨,更谈不上任何的主义 很多时候出发点是为了追求自由平等 但往往在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报复和仇杀 那么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耐特·托尔纳抗暴斗争事件 这个事件造成的后遗症是长久而深远 尤其是白人奴隶主被吓得心惊肉跳草木结冰 这件被美国史学家称之为耐特·托尔纳奴隶叛乱事件中 白人死亡数字是美国南方黑人奴隶抗暴运动开始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共有56名白人被杀 另外有18位黑人奴隶 5位自由黑人 被弗吉尼亚州的法庭吊死 12位黑人奴隶虽然被特赦 但是被强制迈到外州 永远不可以重返弗吉尼亚州 另外有超过200位无辜的黑人 在治安当局武装平乱中被杀害 奈特·托尔纳1800年10月2日 在弗吉尼亚州南汉普顿郡出生 是第二代本土出生的黑人奴隶 他的祖母在13岁的时候 就被从非洲绑架到了美国作为奴隶 他的母亲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黑人奴隶 他的父亲的资料不全 那么他的白人主人是塞梅尔·托尔纳 是弗吉尼亚州世代的农夫 托尔纳从来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生活过 也没有见过世面 所以他的世界观是宅小幼稚而肤浅 他的学识修养 使他缺乏独立分辨是非的能力 片面的误解和道听途说 是他全部知识的来源 奈特·托尔纳小的时候 学了一些简单的文字和语法 他经常沉迷于基督教的圣经故事 使他经常胡言乱语 犹如一个精神错乱者 圣经里的一些神迹 对于奈特·托尔纳来说 他深信不疑 他经常为圣经里的人物绝食 祈祷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圣经对于托尔纳来说就是圣旨 句句为真 字字无假 他21岁的时候 因为受不了他主人的刻薄和残暴 逃跑了 他在外面游逛了一个月 忽然又返回到他主人的家里 请求原谅 他主人就问他 为什么已经成功的逃跑了 又自动的返回来呢 奈特·托尔纳回答说 因为他在外面朗读圣经的时候 发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回到原来主人那里去服务 所以他就回来 那么奈特·托尔纳 宣称他能够通神 可以看到其他黑人奴隶 看不到的东西和事物 1824年 他在为第二位主人 托马斯·莫尔耕田的时候 他说他又看到了神迹 他告诉大家说 新的救世主已经准备好了 为大家的原罪而牺牲 上帝的最后审判 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 奈特·托尔纳开始经常向其他的黑人奴隶讲道 在传播耶稣的天国福音的时候 他态度非常认真 一板一眼 从容大方 这就使得那些认识他的黑人奴隶 在背后以先知来称呼他 1828年2月2日 奈特·托尔纳告诉其他的黑人奴隶说 上帝已经授权 让他去干一些伟大的事业 1828年5月12日 他又告诉其他的黑人奴隶说 他听到了从天而降的巨大声音之后 一位圣灵显示在他面前说 忘恩负义的人已经跑出来 耶稣已经为大家赎罪 现在是他为大家赎罪的时候 耶稣是第一位为人类的赎罪者 那他 奈特·托尔纳 将是人类最后一位赎罪者 他将按照上帝的旨意 用敌人自己的武器来屠杀掉敌人 那么有的黑人奴隶就问他说 敌人是谁呢 奈特·托尔纳非常严肃地说 就是那些奴役黑人奴隶的白人奴隶主 有些黑人奴隶又问他 那什么时候动手 奈特·托尔纳严肃地说 他在等待上帝的指示 1830年 他的主人托马斯莫尔 认为奈特·托尔纳整天神经兮兮的胡言乱语 深怕他影响到其他黑人奴隶的情绪 就把他转手卖给了 以温和建成的白人奴隶主 约瑟夫·特拉维斯 来到新主人的农场之后 奈特·托尔纳的机会来了 1831年2月12日 天上出现了非常自然的日食 奈特·托尔纳在田里放下了锄头 仰头看了很久 终于恍然大悟 这是上帝要他执行赎罪的信号 奈特·托尔纳开始安排 他所谓要为人类第二次赎罪的行动 他通知了深深相信他就是 新救世主的四位黑人奴隶 亨利、哈克、尼尔逊和山姆 吩咐他们号召大家做好准备 等待上帝的最后通知 1831年8月13日 在弗吉尼亚州炎热的上空 太阳出现了一种略微有蓝绿色外边的情景 奈特·托尔纳告诉大家 这是上帝通知他去执行赎罪行动的讯号 那么这些黑人奴隶抬头看去果不其然 所以就深信了这位先知的预言 就在这一天 奈特·托尔纳决定了1831年8月21日 作为他们的赎罪日 他告诉大家 在进行赎罪行动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枪 因为枪砲一响会使敌人有所警觉 从而影响到赎罪的效果 奈特·托尔纳所谓的赎罪行为 是非常残忍和毫无人性的 杀伤力也是惊人的 70位黑人奴隶 手持着长矛 斧头 刀剑和锄头 静悄悄的在本地农场里逐门逐户了 开始进行血腥的屠杀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是白人 就立刻杀死 他们一口气 屠杀了58名白人 在屠杀最后一家白人的时候 有一个激情的小孩子 及时躲到火炉的烟囱里 躲过了一截 等到暴徒们离开以后 他拼命的 飞奔向还没有任何设防的邻居 哭着告诉他们 他的全家已经被屠杀殆尽 那么这位白人邻居 在暴徒到达之前 就带着全家跑出去 报告了治安当局 所以弗吉尼亚州南汉普顿军 治安当局立即出动了三队陆军炮兵营正规军 同时请求停泊在诺夫克军港内的美国海军战舰 纳切斯号和乌伦号派兵上岸协助围剿 奈特托尔纳以刀剑长矛 加着语无伦次的咒语 来对抗三千名武器精良 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 那么失败的结局就是注定的 一场对黑人奴隶的任意屠杀就此展开 美国正规军 再加上愤怒的白人奴隶主 在恐惧和复仇的心态下 只要见到在街上游荡的非洲黑人 不问青红皂白 不分男女老幼 只要看见就杀 一位在士兵向他的上司写的报告里说 他们一天之内屠杀了超过40位男女黑人 在一个黑人尸体上的口袋里 找到了28美元的现金 和在另外一个黑人的手腕上 拿走了一只金表 当时在弗吉尼亚州首府 李士满的辉格报 痛苦的发表评论说 这是一场没经审判 就对黑人们进行了野蛮屠杀 基督教牧师鲍威尔 写信给纽约晚报说 在这里每天都有无辜的黑人被滥杀 没有人知道确实的数字 弗吉尼亚州法院下达了 对耐特·托尔纳的500元奖金的通缉令 并且对耐特·托尔纳的生理特征 有着生动的描写 1831年10月31日 耐特·托尔纳在逃亡了92天之后 被一位白人农夫 本杰明·菲夫斯 发现躲在一个山洞里 最终他拘手投降 弗吉尼亚州法庭在1831年10月5日 开庭审判 没有人会惊讶耐特·托尔纳 一定会被判死刑 1831年10月11日 耐特·托尔纳在弗吉尼亚州 耶路撒冷监狱里 被执行了绞刑 年仅31岁 那为了报复 耐特·托尔纳屠杀了58名白人的怨恨 以及达到杀一敬百的恐怖后果 狱卒将耐特·托尔纳的尸体砍头剥皮 和斩成四块之后 杨尸荒野 被给了野狗 耐特·托尔纳在被活捉之后 由于身无分文 弗吉尼亚州法庭用公费 为了聘请一位叫做托马斯·拉芬 格雷的白人律师提了辩护 托马斯·格雷 凭着与耐特·托尔纳 在监狱中谈话的第一手资料 和他自己在事后的搜集研究 出版了一篇 叫做《耐特·托尔纳忏悔录》的文章 但是因为他的利益矛盾身份 这篇文章的言论 并不被后世历史学家踩信 但可以从这篇文章里 看到耐特·托尔纳的部分内心世界 耐特·托尔纳的叛乱和屠杀无辜 导致弗吉尼亚州议会 通过新一轮的两大立法 第一是禁止任何人 在弗吉尼亚州 给予黑人奴隶 自由黑人 和黑白混血儿教育和识字 第二是如果没有白人牧师 在场的话 任何黑人奴隶和自由黑人 不得集会礼拜和祈祷 有一个年轻的白人老师 知道之后 气愤于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 勇敢地站出来抗议 亲自在家里 教育黑人奴隶们 那么这个人 就是后来南北战争中的名将 有着十强将军外号的 托马斯·杰克森 马萨诸塞州大学历史教授 斯特芬·奥特斯 他出版过 克拉拉·巴顿 约翰·布朗 亚伯拉罕·林肯 等人的十多部传记 他在评论 黑人奴隶 抗暴斗争的时候 留下了一句 使人深思的名言 他说 一个人的恐怖行为 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 是非功过 后人评论 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上 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关于美洲黑人抗争 我给大家讲了 最后一个事件 这就是史称 近信会战争 也是亚买加 黑人奴隶 抗暴斗争中 最后一次 也是死伤人员 最多的一次 也是在这次事件 发生之后的两年 英国国会通过了立法 废除了不人道 而残忍的奴隶制度 在四年之后 正式付诸实行 而在这场事件中 黑人反抗的领导者 塞梅尔·夏普 他的头像 也在1975年 被亚买加政府 追认为亚买加国家英雄 他的头像 被印在亚买加 五元面值的钞票上 塞梅尔·夏普 1801年 出生在亚买加 往他割班 他的家庭背景 和出生日子都已经不详 只知道 他的双亲 是属于非洲 克里奥尔族的奴隶 塞梅尔·夏普 从小就奋发自强 靠着阅读大量的报纸 读书十字 在黑人奴随 几乎全是文盲的大环境下 他是一个艺术 他受了来自英格兰 伦敦进信会传教士协会 托马斯·伯切尔牧师的影响 成为了一位虔诚的 进信会基督教教徒 这位托马斯·伯切尔牧师 他是坚决废除 奴隶制度的先锋人物 他在雅美加的22年间 把废除奴隶运动的种子 散播到全岛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呢 他因为反革命的罪名 被雅美加殖民地政府通缉 侥幸逃出了雅美加 返回领域 但是很多雅美加的人民 为了怀念和尊重 这位民权先锋 经常以伯切尔来命名孩子 所以伯切尔就成为雅美加人 最为大众化的名字之一 塞梅尔夏普 在成为进信会教之后 就开始在黑人奴隶中 传播两个重要的信条 一是要信奉 耶稣基督的天国福音 二是根据圣经上说的 人子不可同时 有两个主人的理论 指出奴隶制度 是违反了基督耶稣教义的 不义行为 但与此同时 在英格兰本土 废除奴隶制的运动 也是沸沸腾腾 如火如荼 那1831年年初 塞梅尔夏普 在报纸上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 就开始有了强烈的反应 他在雅美加各地的教堂里 传道的时候 就向黑人们 宣扬一种非暴力抵抗运动 用静坐罢工的方式 要求奴隶主 支付他们该得的薪水 这种斗争方法 就得到了黑人奴隶们的响应 塞梅尔夏普 就决定了来一次 大规模的 静坐罢工抗议运动 向雅美加的 白人奴隶主们示威 他到处串联 到处演讲 到处宣传 静坐罢工运动 这就引起了雅美加的 白人奴隶主们的极度不安 也引起了 殖民地政府 治安机构的留意 认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所以想找个理由 将它除掉 雅美加白人奴隶主们的农场里 是以种植甘蔗为主 塞梅尔夏普 知道甘蔗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种植物 会在每年的圣诞节左右成熟 如果不按时 将植快速收割的话 不出几天 就会腐烂在农地里 所以他决定 要在1831年12月25日 圣诞节这个关键的时刻 进行静坐罢工抗议运动 作为谈判的条件 达到改良黑人奴隶待遇的要求 到了圣诞节这一天 在全雅美加各地 种植甘蔗农场里的 30万黑人奴隶中 有6万人排成了整齐的阵容 坐在农地里不动 要求白人奴隶主 立即支付他们的劳动薪水 不然会长期的坐在那里罢工 任由已经成熟的甘蔗 烂在农地里 那么盛怒的白人奴隶主 给出了答案 他们并没有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 而是要求亚马加殖民地政府 出灭军事镇压 两天之后 有一部分愤怒的黑人奴隶 失去了耐性 采取了激烈的抗议行为 冲突之下 放火燃烧了几处农场 杀害了几位白人奴隶主 这就给了殖民地政府借口 开始全面的武装镇压 大开杀戒 现场就杀死了130名闹事的黑人奴隶 整个暴乱事件维持了10天 殖民地政府拘捕了数以百计的黑人奴隶 塞巴尔夏谷 一看情况发展到如此地步 所以他就自动向殖民地政府自首 结果被殖民地政府的法庭 以判乱罪判处死刑 在1832年5月23日 在亚伯加蒙特戈湾商业广场当中吊死 紧接着殖民地政府的法庭 又以各种的罪名和各种刑法 处死了超过300名黑人奴隶 那么亚伯加殖民地政府 以大屠杀的方式来结束了黑人奴隶抗暴斗争 虽然在10天之内就恢复了正常 但是这个事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屠杀无辜黑人奴隶的消息传到伦敦 对于英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这使英国人明白了一点 刺刀与拳头只能制造仇恨和敌人 是无法解决不人道的奴隶制度 从这个事件开始 整个英国的舆论就倾向于废除奴隶制度 最终在1834年 英国人给世人有了一个交代 他们宣布废除奴隶制度